一打三只解野狼,砍高拳今天太爽了 把下山作恶的野狼按在地上狠狠摩擦 一只咬着脑袋和野狼纠缠 一只死死咬住尾巴,让野狼无法逃命 另一只对着肚子就开干 虽然三打一听上去不光彩 但为了守护主人大黄狗彻底拼了 作为牧民养殖的第一大天敌 山上的这群凶兽是牛羊最大的威胁 上山放羊遇上一两只狼拦鹿抢劫都还算幸运 一到冬天才是真正的灾难降临 大雪封山猎物短缺 食草动物都躲起来冬眠 狼群饿得前胸贴后背 而山下的牛羊养得飙肥体壮 成了恶狼免费的自住餐厅 狼王一声令下 所有野狼清朝出动 浩浩荡荡闯闯进村子 村民养了一年的牛羊成了野狼的晚餐 但凡被遭踏过的羊圈 一片狼脊损失惨重 危难关头砍高拳 作为牧民公认的保护神 挺身而出守护羊群 经常和野狼厮杀捍卫主人的财产 砍高拳作为最常见的牧羊犬 身材高挑 嗅觉灵敏 平时性情温顺 有很强的团队意识 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把所有羊群聚齐 哪怕遇上汽车拦路 也毫不犹豫挡在前方 一旦遇上危险战斗力瞬间爆发 从不认怂 这天上午大黄第一时间感应到狼群来袭 所有砍高拳一起出动狼狗大战一触即发 个头相似的灰白两个物种 激情缠斗 打得不可开交 家养猛狗和野生恶狼 究竟谁输谁赢 这是砍高拳大战野狼的真实画面 就在不久前 十几头野狼下山作恶 被砍高拳撕死拦住 双方互相追击一路狂奔 谁也不敢先出手 野狼作战经验丰富 大嘴一张互相撕咬打的你死我活 三厘米长的锋利拳齿 能轻松扎穿动物皮毛 最擅长锁猴一击毙命 只可惜牧民世代放牧 早就给砍高拳带上铁香圈 双方一旦开战 绝对两败俱伤 眼看狼狗互相纠缠 不分上下牧民出手了 骑着雪摩托子弹上膛 一抢下去狼王来不及反应 就一命无呼 狼群突然遭遇致命袭击 没了狼王指挥下的拔腿就跑 下山大吃一顿的美梦彻底破灭 都忙着逃命早就没了以前的威风 生怕布狼王后尘连滚带爬往山上跑 一头腿脚慢的野狼 眼睁睁看着同伴逃走 急得拼命加快脚步 但砍高拳可不是吃素 狗杖人士有了主人的猎枪加持 更加信心满满 一个飞扑就把落单的野狼放得倒 野狼被吓傻拼命挣扎想要逃走 却被三只砍高拳死死咬住 脑袋被犬牙来回撕扯 尾巴被另一只砍高拳 扯住动弹不得 大黄作为村里最强悍的牧羊犬 首当其冲发起猛烈进攻 咬着野狼脑袋来回猛摇 似乎想把野狼的皮肉扯下 牧民看着自家爱犬的英勇表现 当即决定晚饭加肉好好犒劳 牧羊犬单枪提马猎杀野狼 狼狗大战现场十分惨烈 狼王被牧民一枪毙命 野狼群龙无手溃步成军 被牧羊犬极限追杀 差点打到老巢 这头野狼倒大霉了 被村里最凶猛的牧羊犬盯上 把山涉水追了足足一个小时 一狼一狗都累得气喘吁吁 黄色砍高拳 一日三餐跟着牧民吃香喝辣 养得高大威猛 野狼虽然凶狠毒辣 但已经几天没有进食了 体力告急 被大黄狗一个飞扑按在地上 砍高拳太猛了 咬着野狼脖子使劲撕扯 野狼被按在地上来回挣扎 想要逃走却站不起来 在大家的印象里 牧羊犬大战野狼 一对一只有被吃的份 大黄今天为犬族证明了 牧羊犬不但能牧羊 还能战狼 这头大黄从小被牧民养大 身材壮硕 体型彪悍 虽然没有佩戴铁香圈 但和野狼搏斗 也丝毫不耸 被砍高拳的犬牙来回撕咬 野狼身上到处是伤鲜血 已经染红了狼毛疼的不停抽搐 前腿被砍高拳撕开一个 大口子却止不住的往外流 野狼再也站不起来了 只能被活活咬死 或者被赶来的牧民打死 看高拳作为牧民 最喜欢的金牌助手 除了块头大肌肉出众 能抵御狼群进攻 平时放牧赶羊 更是一把好手 而且责任感很强 但凡上岗世代 都要坚守岗位 为牧民献身 这次野狼突袭村庄 接连损失三条野狼 连狼王也一命呜呼 狼群这个冬天 终于能安分了